大家早晨 昨晚美股繼續走勢向淡 不過最後收視時的跌幅 跟我們港股昨天相比 會不會昨天美股 跟著港股的巨大跌勢往下試底 機會是有的 關鍵是今早看看開市 港股在低位的支持 恆生指數23500附近有沒有支持 我覺得支持都是可靠的 原因就是這些位置已經到了良度跌幅目標 即是說港股如果要跌這一刻 應該是這個小山浪 應該是跌完的了 或者是很接近跌完的了 當然這個再跌多些 或者短暫跌多些的機會都存在 但是我很相信那些好友 已經是低位磨拳賊長準備反攻了 造成一個小型的四浪反彈 這個是小型四浪反彈 短期調整很可能還未完 因為還有一個小型的五浪 這一張是標準佩258指數期貨的圖表 15分鐘圖 寫著15 Investing.com做得不太好 它一路收視一路不停點過去 你如果真的看了真實的圖 按一下refresh 就不見了點點 但是那時候它又會點出來 我就不太喜歡這樣的設計 在低位算了 略為反彈一點 反彈是高於前跌浪底的 但是要高於前升浪頂才可以 破壞到一浪低於一浪的局勢 大家開始就密切留意 升不升博這個位 講回港股五大指數 昨日收市的時候真正變動 就跌得很厲害 3% 3%是哪個 就是恆生指數和紅籌指數 相反你看看 科技指數跌了1.384% 那就符合我 科技股的低位支持應該是最強的 若然今天的市場有力反彈的話 應該很大機會都是科技股的賣盤大動 昨日的跌市成交量又如何呢 恆生指數是高於成交金額比率 高於20天平均數的 其他縱隘指數就少很多 國企指數明顯少了 紅籌指數少了 科技指數直接縮了 昨天的沽盤不算很積極 只是集中在一兩隻恆生指數成份股上 令到成交多了 其他的沽盤不大 香港收市的時候 昨天 美子期貨 我打漏了 應該是4.15分 4371.50分 跌了2.346分 這是美子期貨 但是港股 你看看 港股的指數 全部都給它偏高 最差的紅籌指數 都是偏高1.8分 最好的科技指數偏高12分 很少見那麼多 偏高12分 EAS收市偏高11.469分 你想想 昨天這樣的大跌市 那些科技股 那些買家 這些都是大戶買家 還衝進去接貨 甚至乎 我待會看有沒有個別來掃貨 那他們當然 看後市反彈 那昨天 無論是日本 和內地股市 都是假期優市的 恆生指數 昨天最低是23871 23871 是遠遠高於合理值 是遠遠高於合理值 所以昨天 雖然就這樣看跌幅很大 但是 在這個跌市之中 你都看到一些跡象 是很有部署反攻的 說著大戶 現貨主板市場 非散戶主動買股比率 收市部54比46 是更輕微高於過去五月交易 平均的53比47 繼續到最後 都是繼續錄得資金正 主動買入的 應該是22日交易 是40億 不過佔成交金額比率 總成交金額比率 只有2.8% 不夠5% 成交是縮了一些市市中 是好的 不要比較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 因為有外地的 國際的指數成分股換碼 不要計 但比對比上星期四 上星期三 都是少了 上星期二 肉眼看 不知道是否少了 可能差一點點 起碼 就代表股額不大 1418億 低於平均1586億 賣空金額比率再升 升上22.662% 高的平均是18.022% 那是否很害怕 一路升上 不是很害怕 這並不是很害怕 遲些有機會 我就再詳細講講 這個賣空金額 或者賣空金額 或者賣空金額比率 是否創近期新高 就表示市會很多跌到後市 不是的 恒生指數 陰陽足 日善圖 SAR極點低位 就失手了 七成機會向淡 根據理論 果然向淡了很多 跌完未 就不是這樣計 跌完未 就要看什麼 就要看 一些量度跌幅到了未 可以告訴你 其中一兩個 甚至兩三個量度跌幅 目標已經到了 下面那些 就是看二萬3500 如果你畫這條線 即是畫一條下降軌 這個低位 跟這個低位 畫一條直線下去 這樣就拉一拉 曾經跌穿了 關鍵就是 這一兩個交易 是否站在下降軌 上面 如果站在下降軌 上面 就等指標慢慢 逐步轉好 現在全部都利淡 逐步轉好之後 市況就有機會 展開 展開這個 小型四浪的反彈 目標將會在這裏 附近 附近 這個位 這個高位附近 暫時要 我們要小心應事 不要那麼進取 慢慢慢慢等信號傳好 接著我們看的是 一個我給SILVER級別的頻道 PATREON頻道 SILVER級別的訂戶 看的表 我簡單地說一說 BBI 平時很少看 由於昨天跌這麼多 給大家看看 超短期的BBI 21 短期8 中期14 長期9 真的完全不漂亮 全面向淡 看的陰陽綜合指標 都是很差的 科技指數叫做好一點點 但都是差的19 但相對比其他四個 板塊好一點的 升降指標 全部的指標都負 接近負100 紅醜最差 平均線分佈形勢 都是很差 大家看到 0、16 穩率指標低於50 就差了 但有兩個是高於50 國企股 和科技股的指數 這兩個是值得留意 特別是科技股 港股現貨主板市場 昨天的現貨總成交金額 其他的五個板塊 比對過去五個加日的平均數 全部都是縮了 跌市指數 很明顯是科技指數 很明顯是科技指數 剛才我和大家比較過20天 這次比較過5天 情況是一樣的 至於五大指數 超短 應該說這個 短期、中期、長期、超長期 短期的很差 縱合指數、恆生指數、國企指數、負三 即直播率足夠什麼? 即是如果是做62天 62天即是三個月 可以當中期的 短期至中期的投機或者投資 你是做淡的 暫時看看 超短線最差的 深色、紫色的 最差的有什麼? 有幫保險、中國移動、匯控、建設銀行 這些全部都可以做淡的 超短線或者短線 而短線或者中線 是有幫保險最差的 接著到匯控和小米 再長一點時間 是說有幫保險、中國移動 這些都很差 至於做好的有沒有? 有一隻、兩隻 是可以看的 最優先是9618京東集團和美團 這個是薄反彈 是很短線 甚至是超短線的反彈 當然要後位做 不是衝進去那種 情況就讓大家看到 如果是SILVER頻道的訂戶 就每日交易日收市 之後就看清楚這個 接著 好淡大戶角力的情況 就 家權收市位和成交流配合分析 行止期貨是跌和升的 那就是一般的 跌市增加成交 國止期貨也是 如果只看了一日 期貨還不可以 還是有沽壓 按下去 想找些現貨 找些低位才會反彈 過去五日加日 TWI角力指標 行止期貨是-3和-1 跌得來 是不太認同的跌勢 國止期貨就不太認同 偏離值繼續差 跌到-1-2-2-6 行止期貨 國止期貨是-3-2-5 家權平均偏離值 得回正0.497 行止期貨 國止期貨是正1.519% 那就是一般 市都是繼續 易跌難升 行止期貨昨日是跌市 國止期貨跌市 科子期貨都是跌市 兩月份合計的未平昌的定數 行止期貨 國止期貨都是明顯增加 特別易行止期貨 藍籌股的情況更加顯著 反映藍籌股走勢的行止期貨 而科子期貨都是不變 那跌市明顯增加 跌市明顯增加 代表昨日 外資特別是外資 中資也是 淡有大和 很積極開新章逃利 今天市是會率先 持續再跌 直至到穩都即時 還要支持位為止 但科子期貨在不變 代表科技股戰場上 淡有大和開新章逃利的同時 好有大和平舊倉計數 啟示今天科技股 都是會跟跌的 但中間的反彈很沉 一樣 就會比藍籌股 國籍股更強 今天我們看 由於大跌市 我們試一下 看長一點 不要看五天 看過去一個月 和過去一個月 過去一個月 過去一個二千內 還要我們看資金證書 賣出 哪些行業被人側的最厲害 頭五位 第一個 就是電信服務業 49.8億 資金證書 賣出 接著 半導體業 19億 其他業是不多的 留意 其他業只有一個 一隻隻的基金 不要計 五百多萬 接著已經是資金證書 賣入 即是說 近一個月 拉雲來說 主要質貨是 質電信服務業 以及半導體業 頭五個 其他零售 紫及林業產品業 過去一年的表現是怎樣 這就是圖 我不詳細解釋 簡單來說 有兩個很特別 就是橙色的電信服務業 紫色的半導體業 過去一年 分別累積了 看看 累積了橙色的電信服務業 電信服務業 是362億 362億 有 即是那個資金證 看看 362億 沒錯 是資金證書 賣入 sorry 是賣入 資金證書 賣入 362億 紫色的是半導體業 半導體業 194億 是資金證書 賣入 雖然這兩個 這兩個板塊 昨天是資金 過去一個月 是資金證書 賣出 但過去一年計 依然是資金證書 賣入 即是說 整體來說 還是大漲小回 長期漲 中期回 可以說 500隻恒生 創入指數成分股 資金證書 賣入最多的 是 好笑 4千多 4千 4百 40萬 第二位 第三 第四位 都差不多了 海螺創業 很少上版 560 證明大隻被人擠得多厲害 按得多厲害 第二 安踏體育 第三 澳博控股 平安好醫生 若明康德 頭十位 都還有五隻升 大家比較一下 如果升得來 收市位高於交權平均價 這就是 昨天的示範率好的 第一隻 海螺創業就是 大家自己看 排得頭 我著眼看 安踏體育 跌的 148.7 收市位低於交權平均價 不漂亮 跌幅 投受位最大 雅生活服務跌了8.24% 但收市位高於交權平均價 25.6 是高於25.47 另外 安踏體育跌了5% 這兩隻跌得多些 還有第三隻 5.9% 是民生銀行 1988 收市位 是低於交權平均價 安踏體育 也是低於交權平均價 創12週身 低於三隻 平安好醫生 雅生活服務 平安好醫生 昨天都簡單地說過 接著是民生銀行 也是昨天 簡單地說過 主動買股比率 看看 漂亮的 66.34% 海螺 海螺創業 昨天的低位 32.8% 由於收市位高於交權平均價 可被視為即時的重要支持位 另外 還有70.30% 太格醫藥 3347 昨天的收市位 亦高於交權平均價 所以171.9% 低位 可以被視為短期重要支持位 另外 還有一隻 75比25更漂亮 合生創展集團 754 收市位高於交權平均價 所以同樣道理 最低價25.5% 已經成為短期 重要支持位 量比沒有特別 一口氣說 平時很少說 股票 我看看他們的專業綜合分析表 最好的表現 昨天的表現是海螺創業 第二 平安好醫生 第三 若明康德 海螺創業說了 平安好醫生 和若明康德 都說說 收市位 兩隻都是高於交權平均價 平安好醫生 創了52週新低價 但兩隻主動買高比例 叫做配合上升動力 由低位數上升動力 叫做配合 但不是很漂亮 因為不夠 25-35 兩倍也不夠 稍後重點分析的股票 就是一隻走數股 大家在過去星期 和我在投票枕標告訴我 最想分析的 重點分析的股票 就是比亞迪股份 1211 先看日線圖 這裡有2點 3點 下降通道 下降通道 即是比亞迪股份再跌的話 就會試下降通道底部支持 當然第一個支持 我們先看看這個 因為昨天叫做跌穿了 但收市又回到上去 這個低位 如果再過1-2萬交易 它都站不穩 這裏上邊 就有點危險 那就預視下邊 否則就會回到高一點水平 做一個整固 看下去 下降通道頂的阻力都不小 這個點 亦有更大的阻力 暫時市不足 就沒有足夠的條件 是市都295元 這個高位阻力 成交昨天跌了很多 不同的市 市縮增加 就不是一個好現象 不要以為是柱光初現 這個陽足的陰足 調轉 這個是陰 這個陽就是 現在這個陽的陰不是 因為昨天有人問過我 他對陰陽足分析 快得知半解 然後平均線分佈形勢 暫時五天平均線 已經跌穿二十天平均線 應該說 但兩條線都守在五十天平均線上 可惜股價已經跌到五十天平均線的下 那就不太好 OBV 這輪的跌勢 叫做 跟著走 不過有輕微的背齒 斜斜地跌落 沒有那麼斜 但這個不可靠 這個輕微 有一個好的就是 雖然昨天見到一個低位 OK 低於這個 看這條線都知道 不用量度 這條虛線 這個在上邊的低位 這個低位在下面 但你看到OBV的低位 是高於這個低位 是嗎 叫做有些背齒 好了 講完這個之後 我們講美子期貨 先看美子期貨 現在最新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我要怎麼做 我轉一轉 比如說日線圖 再轉十五分鐘 它就不見了 十五分鐘圖 OK 就不見了 那就變得更漂亮 然後 開市之後 我們在說什麼 開市 就是在亞洲市場開市之後 新加坡開市之後 美子期貨 就再彈多一點 關鍵還是這個位 這個位 應該是4371 沒錯 要站回4371 整個升月這個位 才能 假設即市一浪 低於一浪的走勢 完結 4371 大家記住 那麼 根據這樣計 我又要先更新 更新 更新的圖表 因為我還未做到自動更新 過去那個星期 周末我做了大部分 是差點自動更新 還未懂得跳 那麼現在應該暫時是多少呢 4360.25 咦 是不是 四 不是錯了 43 這裡 4360.25 現在4360 跳了 4360 4360 最新的 就代表恆生指數 我們五大指數 恆生指數是 所以 低開159 就合理了 如果現在的 廟開的話 待會的廟開 當然要看有沒有變動 那就是 跌得多 23940 是合理值 如果合理值 搜不到下面 第一個位 我估計 都不會到 到的機會 應該很微 應該不夠兩成 不要說好微 不夠兩成 23033 就算到 都會立即引來 很大的賣盤 衝進去 托回4 我估計 接著 不夠兩成 上面的阻力 有機會過到 先看 24147 暫時 再看 24450 是美資期貨的最新形勢 大家可能都關心 反彈的科技股強 給大家看看 市值最大的科技股 昨天的偏高偏低 情況全部都比美資期貨 表現偏高 但又沒有說夠5% 表現相對地較好 只有2.7% 就是快手 依然是快手 第二位是京東集團 都是這兩隻 表現好一點 好 我完成這個之後 我就開始 今天想說 三隻股票 今天又忘記做的圖 所以都是 一時時 一時記得 一時不記得 因為這個又不可以設定 那裏就有點麻煩 又不太麻煩 我拉出來給大家一齊看 今天想簡單說 股票有三隻 我先說 就是 都很多人問的 最近是883 雖然投票 投不了出來 投不了第一位 就變成1211 第一位 一面倒 我都簡單說 因為很多人關心 近期的油價 油價的表現有些波動 好 883 日線圖 改日線圖 日線圖 一文出日線圖 兩支陰竹 保利加通道 中軸就試過支持失守 失守之後 收市位就回到中軸附近 關鍵是否站到中軸上面 同時大家也計算 由低位 一路升上 各位自己計算 這些簡單 我不會跟你計算 由低位 升到高位 下回0.618 關鍵位 指標 暫時來說 7.83收市 高的波利加通道中軸 所以一個好 SAR好 MEC好 三好兩淡 有條件 支持我們短線投機者 入市 小柱 3好兩淡 小柱 4好一淡 中柱 5好零淡 大柱 大柱不同 分身 小柱 後低買 指蝕位當然是 你放在0.618的位置 大家計算出來 你可以由這裡開始量度 0.618 或者由這裡開始量度 都可以 兩個都參考一下 不是都可以 都要參考一下 所以 市蝕位 目標呢 鑊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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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由這裡開始量度 看到的低位 暫時這個 可能一會開始再低一點 都不出奇 0.320 0.5 就算了 不要看0.618 除非你有信心 信號再串好 中海右的形勢 都是在這些橫行區上 反覆上落 估計 第二隻 是說 約勢股的 建設銀行 建設銀行 昨天我知 是很長的 鑊足 上升5 是威勢 陽足 這隻更加新區 很長的鑊足 只不過是全面利淡 不建議大家去 短線投機 不同 剛才883 為什麼呢 還有原因 這裡5.34 升上來 肉眼望的0.618 你覺得到了沒有 當然到了 守不守得到 當然是守不到 不要博 指標不好 一定不要博 超短線 大把 大把很博 譬如科技股 會很博 超短線 短線 不博 關鍵就是 還有這些位置 這些低位 回不回都上來 這裡應該是阻力 阻力第一個 第二個阻力 當然是看什麼 我會看 在小時圖上 一二三四五 一個四 就大不過 這一個位置 所以這些就不要博 第三隻 最後一隻要說的 是3988 中國銀行 也是差的 連續三個 三個交易日 有錄得欽足 指標 一二三四五 也是不要博的 還有就是 你看看 這裡 曾經 畫一條橫線 試過很多 支持 今次再試 略為跌穿 一點點 肉眼望 會不會正式失手 真的一點都不奇怪 試保力加通道 底部 甚至跌穿 一段時間 可能三幾個交易日 才能上來 也是正常的 特別要留意 因為就算跌穿 之後 上了回來 都會有危險 就怕保力加通道 底部向下 一直扯著股價 過幾個交易日 才上回來 到時的上回來 就不要以為 大家現在想的 上回到這裏 一直扯著下 再上回來 保力加通道 底部上 就是這裏 這隻股票 真的有點危險 這裏有一個沉重區 很多買了貨 如果再跌多一點 回不了上來 就變成蟹貨 阻力位 就會由這個高位 壓到這裏 最低的位置 這段投資影韵分析到此為止 多謝各位收看